大家好 欢迎来到豪斯课堂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了解到了暖色的色相 以及它们的一些气质和特征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冷色的色相 以及它们的气质 首先 我们先来谈一谈绿色 绿色的一个范围 它就是右侧的这一组 始终是在这一组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 而绿色在色相环的位置 是处于这一点 这个我们大家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而绿色的第一个气质特征 它能代表自然和环保 我们来看作品 这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海报设计 背景用了一个大面积的原料 而这个原料叠加起来 形成一个森林的感觉 这样就会传递出绿色的健康 绿色的第二个特点 它可以代表纯净和卫生 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很多化妆品 它都是以绿色或者蓝色为主色 这样用来表达的是 产品的纯净和无人工添加的概念 这三个案例 我们从左边的第一个来说 左边的这个画面 用的是树叶的机理 用它来充当画面的背景 而这个也是色彩出现的形式之一 而这个背景在配合绿色的产品 从整体上就给人绿色 无人工添加的感觉 而中间的这幅作品 背景是用暗调的绿色 也是配合了绿色的产品 这就在健康的感觉基础上 又多了一些品位和价值感 而右边的这个画面 虽然绿色的面积不大 但它与中间的白色的产品 以及背景的淡蓝色的天空 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 而这样也能传递出健康 无人工添加和纯净的这样一个气质 我们来看 绿色它也是一个生命的颜色 它象征着健康 绿色画面中 这个人 这个小姑娘 她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这样一个笑容 下边 这个是一个绿色的植物墙 整体上 可以把孩子的健康和乐观的气质 表现出来 我想这个案例呢 也能证明我之前的一个观点 颜色啊 它也有很多潜在的意义 但是绝对不是说 我们单看 这个绿色 就会有健康和快乐的感觉 关键在于 我们设计师如何去用这个颜色 比方说 比方说这张画面呢 绿色呢 它与孩子的这样健康的笑容 啊 进行搭配 那么它传递的书呢 就是这个孩子啊 健康啊 快乐 这三个画面 第三幅图呢 绿色啊 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一个场景出现 我在上一节课当中提到过啊 橙色呢 它也是一个美食的专属色 啊 橙色表现美食呢 会把美食的那种温润 啊 温润的口感啊 给表达出来 而它呢 换作橙色的背景呢 它的健康感就会消失 啊 相反呢 美食的特征就会提高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 我们之前要分析项目气质的原因 啊 你想表现美食呢 那么你后面呢 就可以用红色啊 或者或者是橙色啊 或者是黄色 如果你想表现健康和天然呢 那么我们就用绿色或者蓝色啊 完全呢 是看我们设计师怎么把握 而绿色呢 还有一个气质特征呢 它可以表现人的青春 啊 同样上一节课呢 我我也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对比 我说黄色啊 它也能表现人的青春 而黄色的这个青春呢 更偏重于活力 而绿色的青春呢 更偏向于健康啊 积极啊 和一些正能量的一个感觉 我们来看这个 绿色呀 是以鸟看的草地形式出现 啊 这在形容人的青春的同时呢 也传递出啊 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的健康感 我们看下一个 绿色在特定的色调下啊 它能传递出朴素 雅致和宁静的这样一个特点 我所说的这个特定的色调下啊 指的呢 就是淡色调的绿啊 或者是灰色调的绿 我们看这三组作品啊 它们的一个共性呢 都是以淡色调的绿 或者是灰色调的绿作为背景出现的 啊 这就在健康环保的气质之上呢 增添了啊 素雅呀 雅致啊 宁静的这样一个特征 那我们说完了绿色 我们再来谈一谈冷色的下一个基本色项啊 就是蓝色 蓝色的范围呢 在色项环的这一个位置啊 右侧呢 是一些蓝色的一个色项啊 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基础的一个理解 而蓝色的特征呢 首先它能传递出啊 世界观啊 因为地球呢 是一个蓝色的感觉 啊 在我们印象当中啊 宇宙呢 它也是一个蓝色的感觉 啊 这个呢 是我说的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啊 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这样一个宇宙的色彩 而蓝色的这种自然啊 相比于绿色的这个自然呢 蓝色更偏重于自然客观的存在 啊 蓝色的宏观气场比较俗 啊 它有一种世界观的表达 我们看这两个啊 背景啊 都以大面积的这种蓝色啊 在天空的形式出现啊 宏观的气质呢 就特别强 啊 所以说啊 蓝色当以天空显示出现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比较大气的一个感觉 而这一组作品呢 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如果我们背后的天空颜色啊 换作是橙色 啊 那么这种宏观的气质呢 就会丧失 啊 相反的会带来什么气质呢 啊 这在上一节呢 我也讲到了啊 换作橙色呢 它的幸福感就会增强啊 它的家庭感就会增强 啊 所以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啊 我们也能体会到蓝色是一个世界观的颜色啊 它具有宏观大气的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看这个啊 这呢 是一个地产的啊 一个网页形象啊 主色呢 运用的是蓝色 我们看啊 下面的这个呢 是一个灰色调的蓝 而上面的这个呢 是一个淡灰色调的蓝 啊 灰色调呢 它会给人有高雅的感觉 而这个蓝色呢 它会传递出一种很大气啊 很很有世界观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常说啊 色彩不大气啊 色彩 色彩就显得这个比较拘谨 啊 这呢 就是说我们的色彩 它没有一个世界观的表现 那么我们换一个思维啊 如果这个作品呢 我们把背景的颜色和前边啊 这个色块的颜色 变作是绿色 那又会出 那又会传递出 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啊 如果都换作绿色的话 啊 整体的这样一个气质呢 就会传递出啊 健康感啊 和大自然的那种健康感 啊 它的世界观呢 和绿色比就逊色了许多 而蓝色呢 下一个特征呢 它是一个科技的颜色 啊 它是一个医学的颜色 由于蓝色的这种理智呢 它也象征着缜密 这一点呢 我想我没有必要去特别说明啊 也特别解释啊 这一点大家只要努力计就就可以了 啊 我们的科学 啊 我们的医学 啊 我们 包括我后面要提到的一个商业 啊 都可以用蓝色来表现 因为蓝色呢 是一个极其理性和冷静的这样一个色彩 我们看啊 当产品呢 想表现其科技和医疗的气质时呢 它会用到蓝色 蓝蔻呢 这个产品后边的 这个DNA螺旋的结构啊 也是意在表现蓝蔻的这款产品主打的方向 啊 年轻在基因里一触即发 我们想 同样都能代表生命 如果我们后面背景的这个主色啊 换做绿色 可不可以呢 大家也思考一下啊 我说啊 这样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虽然蓝色和绿色 它都能代表生命 啊 但是绿色呢 强调的是健康 而蓝色呢 强调的是生命本身 啊 绿色呢 它是一个美化过的 蓝色呢 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啊 这就是 为什么说我们换做绿色呢 效果它就会变得很奇怪 啊 当蓝色和白色在一起呢 是最能表现干净 和卫生的 啊 这种干净呢 比纯白色的出现啊 还要明显 因为白色呢 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颜色 再加上蓝色的这个清澈 啊 所以呢 叠加出来 给人的感觉呢 是格外的强烈的 我们看这三个画面啊 除了大面积的白色和蓝色以外呢 我们很难再发现其他能吸引到我们的色彩 同样呢 除了干净和卫生啊 我们也在感受不出别的这样一个气质 而蓝色和白色这两种颜色的组合呢 也请大家记住 啊 当然了 蓝色啊 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这样一个颜色呢 啊 它也可以代表冬天啊 也可以表现寒冷啊 也可以表现凉爽 而且呢 它可以代表那种比较干净的水的颜色 我们来看案例 因为蓝色啊 它本身呢 就可以代表水 所以当它以冰的形式出现时呢 这个寒冷呢 是极致 包括我们的雪天形式出现时呢 也是极致 大家也要记住啊 蓝色呢 是冷色系中最冷的一个颜色 那当蓝色以水的形式出现时呢 它清凉舒爽的感觉 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我们看这三个案例呢 就能感觉出来 而这两幅作品呢 无论是左边啊 高纯度的蓝 还是右边的灰度的蓝 都能传递出这种清爽的感觉 唯一的不同啊 就是出现在了它们色调上的差别 左边这个高纯度的蓝色呢 给人清爽的感觉更直接啊 而右边这个灰度的蓝色呢 它给人的价值感和品质感更强一些 由于蓝色的这种理智和冷静啊 我们看到的写字楼啊 城市的这个办公地点呢 大部分的色系都是蓝色系的啊 这也说明了蓝色呢 它是一个商业的一个代表色 我们看这四幅图啊 虽然呢 人物的动作啊 都比较夸张 包括这个跑步的动态呢 都比较夸张 但是因为背景当中的这个冷静的蓝色呢 他们就不会给我们感觉啊 比较肤浅 也不会有不稳重的感觉 我们只能通过他们这个动作呢 和后面的这个理性的这样一个对比呢 我们会有一个很有趣 很好玩的这样一个感觉 而蓝色的下一个气质特征呢 它可以表现深海 也可以表现品质啊 也有幻想的这样一个感觉 同样我们后面讲到的紫色呢 它也有幻想的这样一个气质 而我们所说的 当蓝色能出现这种气质的时候呢 它一定是在暗色掉的情况下 同时呢 在暗色掉的情况下呢 它的品质感也会得到提升 这就是为什么蓝色 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气质 这两幅图呢 都是以蓝色的布啊 比喻成山脉 那如果把这个深蓝色变成纯蓝色呢 大家也可以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啊 如果把深蓝色变成纯蓝色 那么廉价感就会出现 品质感呢 就会降低 而这幅图呢 和之前的那个作品呢 是一样的啊 这个深蓝色呢 也能体现出深海的这种底蕴 也有极强的品质感 好 我们说完了蓝色的这样一个气质呢 我们再来谈一下冷色系里 最后的一个基本色相 也就是紫色 其实紫色啊 它和粉色 有一些接近 我们看 在色相环上啊 这个呢 是斐色 这边呢 是紫色 在色相环上 它们比较接近 只是呢 紫色的含义呢 能比斐色多了一些 我们看 先看一个共性啊 紫色和斐色呢 都可以表现女性 但是呢 粉色呢 表达不了女性的优雅 而这一点 紫色它就能达到 而紫色啊 它也是蓝色和红色的中间色 它有红色的这种热情呢 但却被蓝色的冷静所中和 所以呢 它就会有优雅的感觉 而这种优雅呢 用来表现女性的那种华美 华丽的感觉呢 也恰到好处 我们看这两组作品啊 我在前面讲到过 我说红色啊 它可以表现女性 以及女性的那种性感 但是红色呢 表现不了女性的这种优雅 而紫色呢 它就能达到 而同样呢 紫色呢 也很难表现出 红色所表现的那种 性感的气质 那么紫色的下一个特征呢 它是一个幻想的颜色 它是一个魔幻的颜色 它也有梦幻的这样一个感觉 我们看这两组作品啊 我们看右边的这个 如果我们把背景的这个紫色呢 换作是一个蓝色 那么这种幻想啊 这种神话故事的感觉呢 就会完全没有 相反带来的呢 是一个冷静啊 理智啊 甚至是一个世界观的 像一个颜色 是一个比较大实的感觉 这就是紫色的梦幻感 和魔幻感 那么说到这里呢 蓝色的色相呢 我也讲完了 我也希望呢 朋友们要把我这两节课 所讲的色相的气质和特征 要牢牢的记住 将来呢 我们也希望朋友们 按照我的这一个思维的一个过程 去总结更多更多的色彩的气质 这样呢 我们在未来的配色过程中啊 也会越来越准确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讲的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 讲的是色调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内 我们下期再见 这节课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